欢迎回来来看美国国内消息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美国政府在3月16日发出了全国指引 建议人们在未来15天内减少集会和外出 出现社区传播的周份 关闭酒吧 餐厅 健身房 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截至目前新冠病毒在美国感染超过4200人 致死至少74人 白宫高级卫生官员周日宣布 联邦政府本星期开始将在全国范围 推出冠状病毒检测系统 医学和卫生专家说 美国当前应对新冠疫情的主要战略是 减缓病毒传播速度以平缓病例增长曲线 为医疗系统赢得增强和建立能力的时间 美国总统川普在15日的讲话中 敦促美国民众保持冷静 不要惊慌失措 抢购物品 美国卫生官员同时宣布 从周一开始 谷歌网站在全美推出了一个新冠病毒检测系统 在全国设立流动监测站 民众可以在车里进行检测 不需要下车就可以完成病毒取样 川普同时表示民众没有必要抢购和囤积物品 但媒体和医学专家反驳 川普对疫情的轻描淡写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 马蒂·马卡里就面对媒体表示 不要相信所看到的确诊感染数字 按照他的推测 目前美国有5万至50万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更糟糕的局面可能还在后面 当地时间16日美国政府发出全国指引 建议人们在未来的15天内减少聚会与外出 出现社区传播的成分 关闭酒吧餐厅健身房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随后总统川普在推特上称 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引发争议 他写道美国会强力支持航空公司 和其他受中国病毒影响的行业 我们会比以往更强大 大量社交媒体用户留言批评他的说法 涉及种族歧视 白宫防疫指示建议 近期人们尽可能在家远程工作与学习 将聚会控制在10人以内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避免在公共场合饮食 出现新冠病毒社区传播的周份 应该关闭酒吧餐厅健身房电影院 和其他人群可能聚集的地方 老年人和有重大疾病的人士应该留在家中 自身感觉不适或家中有新冠确诊患者的人士 应居家隔离并联系医生 川普总统在白宫新闻简报中宣布了上述指引 他称国家现在正在应对一个具有高度感染性的隐形敌人 他说如果每个人现在都做出这些重大改变和牺牲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会团结一致 击败病毒最终一起大肆庆祝 川普认为几周后有望扭转美国疫情 但他承认在最坏的情况下 疫情可能会持续到七八月甚至更久 被问到是否会考虑实施全国隔离时 川普称暂未列入考量 他说这是可能使用的举措 但我们认为还没有达到适用那种情况的程度 他表示会优先考虑在某些疫情高发地区实施局部隔离 美国在1月21日确诊首例新冠病毒病例 在3月10日病例破千 在6日之内病例攀升到4000例 许多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只是出现轻微症状或毫无病症 却会传染给其他人 导致其传播具有高度的隐秘性 目前美国新冠病毒的致死率约为1.7% 高于韩国 德国 但比中国 意大利 英国和西班牙的致死率低 在日前的发言中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官 呼吁年轻的千禧一代暂时减少社交往来 千禧一代泛指1984年到1995年出生的人 在美国人口占比最多 他说千禧一代最经常在外聚会 也是最可能感染病毒而不外露任何症状的一代人 他们是可以阻止病毒传播的核心人群 安定卫视高宁编译报道 3月17日是爱尔兰国庆节圣帕特里克节 虽然由于新型冠状肺炎的影响 大部分庆祝活动已经取消 但世界各地数百个标志性建筑和景点 纷纷点亮绿色灯光 以示庆祝 3月17日是爱尔兰国庆节圣帕特里克节 俗称绿帽子节 世界各地数百个标志性建筑和景点 纷纷点亮绿色灯光以示庆祝 包括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 伦敦演 巴黎七月纪念碑 拉斯维加斯欢迎牌等著名城市地标 北京秀水街大厦 上海花旗集团大厦 以及苏州东方之门 苏州国金中心 香港钟楼 澳门大三八排坊 也会在今天穿上爱尔兰绿的盛装 在爱尔兰旅游局举办的律动活动中 尼亚加拉瀑布 布达佩斯炼桥 迪拜翻船酒店等 也将继续以点绿的方式来庆祝节日 卡塔尔国家博物馆 曼谷市政厅 伦敦国家剧院等 今年也首次加入了律动行列 据了解 往年此时 爱尔兰当地都会用舞蹈 音乐 烟火 街头戏剧 美食美酒等 欢快闹腾的方式庆祝 今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出于人员安全和健康的考虑 爱尔兰岛取消了当日大型游行活动 和为期五天的文化庆祝活动 虽然今年看不到一大群爱尔兰人 兴高采烈的戴上绿帽子 穿着鲜艳的绿色服饰 置身于大街小巷 在歌在舞 但这并不妨碍全球民众 以乐观豁达的爱尔兰人民为榜样 用更安全小众的方式 像当地人一样来庆祝爱尔兰国庆节 节日当天 世界各地的爱尔兰裔民众和其他人 还是会选择绿色来包裹自己表达庆祝 他们穿上绿色的袜子 围巾 毛衣 和其他带有绿色元素的配饰 来表达对节日的庆祝 同时爱尔兰裔民众 还往往会制作一桌圣帕特里克节的大餐 包括爱尔兰牛肉 建立式黑啤酒 熏三文鱼肉酱和新鲜出炉的苏打面包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严重冲击北美电影市场 本周末三天北美票房总额预计值约5530万美元 迎来20年来的最低值 迪士尼公司发行的动画片二分之一的魔法 仅凭三天入账1053万美元 就得以蝉联周末票房冠军的宝座 美国总统川普13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后 美国多家主要连锁影院宣布限制入场观众人数 以保证观众健康安全 AMC影院在声明中说 观众人数将限制在座位数的50%以下 美国部分地区的影院被关闭 北美周末票房总额本周因此出现大幅下跌 成为自2000年9月以来 北美周末票房收入最低的一周 甚至比2001年911事件后的头两周还要低 再包括迪士尼年度巨制《花木兰》 《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寂静之地2》 系列大片《007无侠复死》 与动画片《彼得兔2逃跑计划》等 在内的诸多好莱坞大片 于上周五接连宣布全球撤档后 北美电影市场在这三个月基本没有了竞争 在全球疫情影响下 好莱坞主要电影公司近日宣布暂停多部新片制作 并推迟多部大片上映 其中包括《007无侠复死》 《花木兰》 《速度与激情9》等 据美国好莱坞报道估计 全球票房收入损失目前已达70亿美元 而好莱坞的经济损失最终可能高达200亿美元 截至目前 北美电影市场上半年唯一一部票房破2亿美元的电影 来自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品的《决地战警3》急速追击 该片由威尔史密斯主演 今年1月17日登陆北美院线 在上周末再收110亿美元票房之后 该片的北美累计票房达2.04亿美元 与此前的中国情形相似 疫情蔓延 新片撤档 影院停业等一系列连锁反映相继在北美上演 毫无疑问将为美国的定业得来重创 而三四两个月的北美票房市场 或将持续创造历史新低 环球影业发布的恐怖片 《隐身人》和惊悚片《猎捕》 占据周末票房第四和第五位 周末三天分别入账600万美元和532万美元 索尼影视娱乐公司发行的科幻影片 《蝶血战士》周末三天入账930万美元 排名第三 该片由范迪塞尔主演 改编自畅销漫画 讲述一名阵亡士兵被高科技公司复活后 具备多种超能力 后者意图使这名超级战士成为他们武器的故事 《技术的技术》中文章 以便其他人舞才能 直到他画怒的正确性 是在问题 在上一个层层居 是这刺激机 它会尝尾心不思许 而是 люб者 然后是重感的 是依换感情 you know nothing about men like me 世门影业发行的爱情片依然相信以三天入账90万美元排名第二 这部新片根据真人真事改变 讲述美国著名福音歌手杰雷米·坎普的感人爱情故事 他在得知女友梅丽莎罹患癌症之后 不离不弃地陪伴她 两人婚后四个多月梅丽莎不幸病逝 两人婚后四个多月梅丽莎不幸病逝 电影的名字源自坎普为王七所作的同名歌曲 二分之一的魔法在没有强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轻松蝉联本周末票房冠军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花费六年时间打造的这部动画大片 由丹斯·坎龙指导 讲述了一对精灵兄弟为了施展让已故父亲重现人间的魔法而踏上冒险之旅的故事 为全球观众展现了一个存在精灵、独角兽、巨魔等生物幻想的世界 接下来请关注汉天生活报道